另外,针对行动党克兰芝州议员张哲敏 上个星期指控B1例金保县议会 准备允许四英亩土地从空地和休闲用途 转换成工业用途 在距离住宅区不到30米的范围盖工厂 金保县议会解释 其中两个地段不属于住宅用途 当局将确保任何土地规划符合条规 保障民众的权益 金保县议会发文告解释 从法律层面来看 地主有权申请将空地转为工业用途 但需要透过一系列的审查程序 包括在金保县议会大厦 刊出土地转换使用议案和地图 让大众查阅 当局已经在9月6号征询民众的意见 为期一个月 即便PD州策划委员会批准土地转换议案 地主所展开的任何发展规划 包括工程、道路和排水以及建筑 都需要官方的批准 技术部门将开会 确保符合一切的规定 建筑商才能够动工